好了 鄉親啊 我們繼續說這道米 如果是風修 農友都會很高興 但是這道米大量修行之後 米菇的問題是讓農友很困擾 宜蘭大學有就要幫農民 來改管米菇 研究出新技術 只要利用兩片的電擊棒 不用兩分鐘 就可以輕鬆改管米菇的問題 好 宜蘭大學利用電擊棒 一分鐘後米大概六十度的溫度 這樣就可以殺死米菇 那是一百度就可以殺菇 宜蘭的地方一年修行一次而已 每公平的三兩差不多是一萬 兩千代金以上 這個兩沒有這個 還要品質很好 是說修行後 居是真好生米菇 有這項技術 農友都很有興趣 因為我們主要的產品是污乾燥 乾燥的過程當中 它的後端就是殺蟲 畢竟這些客戶都是需要的 我們小農的話 賣的客戶的話 可能也是小家 小戶 所以在保存上面的話 我們可能要下一點功夫 參觀農友說 農會可以有這項設備 那些奧蓋 黃秀的肥皮 都明顧販豆 會成為股館